换个焦点 今天凌晨约2点 滨城北海双西赖伯格西纳路一带 发生了警匪博虎案 临州总警长韩查今天开记者会 交代来龙去脉 他指出六名重案组的警察 今天凌晨2点05分 在伯格西纳路通往佛马当巴鲁路一带 发现一辆形迹可疑的国产车 里头坐有两名男子 当警员要求司机停车接受检查时 车内人士竟然加速逃跑 甚至朝警员开枪 为了自卫 警员被迫开枪反击 最终将两名罪犯击毙 案发后 警方在嫌犯车内 起获两把短枪和176枚子弹 根据初步调查 两名罪犯年龄分别是41岁和51岁 拥有12项及13项刑事及毒品检科记录 至于是否涉及私会党或黑社会 则有待调查 最崩的确论